咱们接着聊啊 彭妙记他们回去休整了 等着狗子来了以后搞事情 1998年的3月1号 狗子回来了 但是盯定好又有事 所以还是三个人出手 先去抢一家吧 弄点钱再说 彭妙记呢提前出去踩点 这次盯上了大利县许庄镇 坡底村的一户人家 2号凌晨3点钟 他们带着手电筒啊 蒙面进入了院子 在里面找了两根棒子 然后直接冲进了屋里 这家男主人名字叫张千锁 彭妙记三个人进去啊 直接来到床边 用手电筒往他们两口子脸上一照 然后抡起棒子敲了一下 等着人醒过来之后啊 被手电照的啥也看不清 彭妙记说话了 宝贝别动 乖乖的听话 接着狗子和苏小平啊 就把床单撕成布条 开始绑人 过程中男主人老张就问了 哥们咋了 你们这是要干啥呀 彭妙记呢顺口就说了 你得罪人了不知道吗 人家让我们来收拾你 老张一听有点懵逼呀 就能让行似仇人是谁 这个时候啊 人已经捆好了 彭妙记啊 拍了拍他的脸蛋之后说了 你得罪谁了 自己应该很清楚 人家让我们过来绑架你的儿子 赶紧拿钱 不然的话我们就要动手了 这老张哭嗓着脸说了 大哥呀 我真没得罪人 关键问题是 我家没钱呀 那么彭妙记肯定是不信的 就开始在屋里找 很快呢 就拿到了五千五百块钱 这他娘的不是钱吗 接着就给了老张两个大尾袜子 狗子呢 就从厨房里拿过来一把菜刀 想来发发狠 装装样子 然后他突然发现 老张的两只手好像绑得不太结实 于是狗子就顺手把菜刀往旁边一放 给他重新捆绑 这个时候老张就趁着解开不调的机会呀 一伸手抓起来那把菜刀 然后抱贺一声 妈的我砍死你们 可惜呢 他只敢过嘴瘾 菜刀举起来以后啊 没往下看 直接愣住了 趁着他愣神的功夫啊 彭妙记一棒子甩了过来 把他手里的菜刀给打飞了 接着苏小平抡起锤子又是一下子 但是呢 被老张抬手给接住了 他呢 反手一掰 锤子就被他给卸了下来 接着他就一顿划了 狗子一看不妙撒退就跑啊 彭妙记一想撤吧 他和苏小平在后面也跟着溜了 这次虽然吃了败仗 但是收获还可以 五千多块钱呢 不过回去以后啊 彭妙记还是多少有点郁闷 他心想了 要是丁胖子在就好了 这小子给力啊 到时候动手也省事 过了几天 丁胖子来了 彭妙记立马出去拆点找目标了 1998年的3月7号晚上 他们四个人来到了玉陵镇的铺里村 8号凌晨两点多的时候 冲进了村民秦启乐家 当时两口子和两个孩子啊 在睡觉 秦启乐呢 在床边打地铺 彭妙记过来 直接踩在了他的胸口上 然后呢 用手电筒对着脸一照 秦启乐睁开眼之后就没敢动啊 彭妙记这小子开口了 你个摇根换 你得罪人了 快把钱拿出来 不然就把你孩子给抱走了 躺在地上的秦启乐懵逼了 大哥你们认错人了吧 我不是姚根换呀 他家不在这里 在那边 他话音刚落 这帮人皮头盖脸就是一顿揍啊 你他妈还敢撒谎 告诉你 说你是你就是 别在这里给我废话 什么情况呢 原来彭妙记他们闹了个乌龙 确实是认错人了 这个姚根换啊 十年前在山上开过金矿 然后呢 还开过提炼金子的作坊 雇用过不少农民工 彭妙记知道这个事以后啊 觉得这人家里肯定有钱 这不就想着奔着对方下手吗 结果没成想 踩点出了问题 跑到秦启乐家里了 揍了半天 秦启乐没办法了 就承认自己是姚根换了 接着开始找钱 翻箱倒柜的一顿折腾啊 最终从粮食柜里 拿到了五百块钱现金 两斤银粉 一副银耳环 还有一条银项链 洗劫一空之后啊 晃晃悠悠的走人 秦启乐啊 事后啊 被打成了重伤 出门以后一看 时间还早 彭妙记他们也觉得 倒数的东西太少了 要不再搞一家吧 就这样 他们晃悠到了村子南边 来到了一户人家门口 这家主人名字叫冯金岭 当年六十八岁 当天晚上就一个人在家住 家里有三间房 彭妙记他们啊 随后找来了一把铁锤 接着破门而入 四个人控制一个老头 太简单了 几下了就给绑住了 然后呢开灯找钱 这一次收获大了 直接找到了三万块钱现金啊 给他们几个高兴坏了 尤其是狗子 一激动 不小心把脸上的蒙面筋给动掉了 彭妙记一看赶紧瞅了一眼旁边的冯金岭啊 完犊子了 这老头睁着大眼直勾勾的瞅着狗子呢 坏了暴露了 行吧 既然这样 这人就不能留了 他立马下令 狗子去找菜刀去 把这人给杀了 狗子其实不想杀人 但是他也知道露脸犯错了 而且另外三个人都虎视眈眈的瞅着他呢 看来今天不动手肯定是不行了 所以无奈之下 他就去厨房拿了菜刀 这个时候旁边的冯金岭急眼了 直接崩溃了 大哥们 我不是故意看到的 咱们能不能讲点道理呀 很可惜没有人搭理他 然后呢 狗子哆哆嗦嗦的过来 按住了冯金岭的脑袋 把菜刀对准他的脖子 闭上眼睛 一使劲 轻轻的划了一下 睁开眼睛一看 没啥事 又狠狠的咬着牙 轻轻的划了一下 还是没事 其实这小子就是下不去手啊 旁边的丁胖子不带烦了 你他妈的能不能快点啊 平时不是总吹自己牛逼哄哄的吗 可是最终还是白蛋 狗子就是硬不起来 咱们说这旁边的冯金岭 虽然没死 但也吓得不成人样了 你说这种情况 让谁能受得了啊 这个时候 彭妙记找到了一块白布 扯下来一块 走到了狗子旁边 往他脸上一蒙 说话了 行吧 这次你看不见了 下手吧 这狗子又一咬牙 这次终于发狠 把老冯给杀了 这个案子 也是彭妙记 他们第一次主动杀人 说实话 这老冯真是够倒霉的 直到天亮 他儿子在山上干完活回家 才发现老爹被人杀了 再看彭妙记这边 虽然杀人了 但是也都没当为事 这次收获相当可以啊 分钱以后啊 彭妙记提议了 先再停一下了吧 休息休息 另外呢 毕竟咱们杀人了 也得避避风头啊 等着月底再说 但是这个时候 狗子不同意了 我估计啊 是因为自己杀人的时候啊 表现得有点怂 没了面子 他就来脾气了 为啥不干了 我不同意 接着狗啊 说不定下一家 也是好几万的 听他这么反对 彭妙记就开始解释了 你看今天是二月初十 后面几天月亮都比较圆 咱们埋伏和撤退 很容易暴露啊 狗子一听 虽然心里还是不服气 但是又找不到理由反驳 所以最终只能答应 就这样四个人暂时分开啊 彭妙记还是按照惯例 去了一趟山羊县的老家 当时他和爹娃说 自己在新疆的一个工地干活 当了个小帮工头 手底下有几个人 待遇不错 然后第二天 他就带着他爹 七拐八绕的去了 中祥市的家里 到这个时候老头才知道 儿子现在混好了 有房还有田 生活乐无别 接下来的时间 父子两个人忙活了小半个月 把这十八亩地开砍完 随后啊 彭妙记告别家人 再次回去作案了 1998年的3月30号 他们在同关会合 然后去了灵宝市 当天晚上就动手了 31号凌晨 他们来到了玉陵镇的文底村 盯上了村东边的一户人家 这家男主人叫周青江 他们进屋之后啊 很顺利的把人家控制住 然后开始找钱 这次收获就很差了 现金一分钱没用 最后啊 拿走了一瓶小护士 美容霜 一瓶加血盘洗脉奶 一瓶白酒 还有一巴花生米 大家看到了吧 这些人都是些什么档次 这次直接奔着美妆护肤品就去了 看来这是要送女朋友当福利啊 彭妙记他们也没有杀人 出来之后必然极其沮丧啊 肯定得接着找一家下手 把损失找补回来 随后呢 他们就到了同村的李文法家门口 他家相对来说比较偏僻 四周都没邻居 正好适合钻 不过由于这家院墙很高啊 彭妙记先去别人家里偷了一个钢签 然后呢 在墙上挖了个洞 钻进去之后啊 从里面打开大门 把其他三个人放了进来 在院子里他们找了斧子和锤子 然后直接过去用锤子砸门了 结果没成想 砸的过程不是很顺利 折腾了好大一会儿才搞定 屋里的人必然也被惊醒了 和大家说啊 这男主人李文法啊 身高一米八五 体格子非常壮实 他们听到动静以后啊 赤手空拳的就下床 过来查看情况了 看到门口进来几个小子 个头都不是很高 他就直接冲上去开干了 彭妙记他们当时一瞅 来了一个黑乎乎的壮汉 属实吓了一跳 应运好这小子直接耸了 扔掉斧子撒腿就跑了 接着苏小平和狗子跟着也出去 行了 现在只剩下愣在原地的彭妙记了 他当时的第一反应也想跑 但是转念一想 这户人家周围也没什么邻居 不用担心别人发现 另外呢 这三个小子都跑了 我要是想当老大的话 今天如果能把对方干掉 这事基本上就成了 再加上对面的李文法 虽然五大三粗的 但是手里那家伙呀 就这样彭妙记握紧了锤子 眼珠子一瞪 嗷了一嗓子就抡了上去 李文法当时大吃一惊啊 没想到对面这个小东西还挺猛 就抬手用胳膊把锤子挡了一下 虽然手臂震得生疼 但是最终还是一把抓住了彭妙记 用力一甩 结果没成想这小子没动他 之后啊 李文法顺势往下一压 两个人就倒在地上了 接着他抡起大拳头啊 对着彭妙记开始 哐哐的猛锤呀 彭妙记呢 一边摇头晃脑的躲避 一边刺牙咧嘴疯了似的 用手里的锤子 对着李文法的脑袋开砸 就这样一场殊死搏斗 不到一分钟时间结束了 最终李文法倒下 彭妙记站了起来 但是呢 他也被揍得晕头转向了 缓了一会之后 他又跑过去 用锤子啊 在李文法的脑袋上 狠狠的补了几下了 接着出门找同伙 走了不是很远 就看到这三个小子啊 在远处蹲着等他呢 彭妙记上去啊 一脸淡定的说了 你们跑啥呀 我已经把这老爷们解决了 赶紧回去干活去 这三个人也没话说呀 跟着屁颠屁颠回来了 那么这屋里还有什么人呢 李文法的老婆和三个小孩 这女的当时 吓得躲在被关里发抖啊 给她揪出来之后 立马跪在地上求饶 不要杀我 求求你们了 结果还没等彭妙记说话呢 丁运好三个人就冲上去 用斧子棒子啥的 把这女的活活打死了 事后呢 用彭妙记的话来说 他们这么做啊 其实就想掩饰 刚才临阵逃脱的尴尬 彭妙记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的 他也没动手 也知道自己通过这一站 彻底树立了微信 那么接下来三个小孩 怎么处理呢 都才几岁 丁运好对着其中一个小女孩 就给了一棒子 不过没有打死 就在那嗷嗷大哭 与此同时啊 旁边另外一个更小的女孩 抬着脑袋看着彭妙记 就这一瞬间 彭妙记觉得这个小女孩的眼神啊 特别像自己的妹妹 然后呢 赶紧把人拦住了 别打了 他们还小 不会说出去 行了 老大发话了 那必须好使啊 就这样 这三个孩子全都活了下来 那就找钱吧 这次更惨了 就翻出来二十块钱现金 其他的是啥也没有 而且折腾了这么长时间 也累了 他们就拿出在上远家 动到手的白酒和花生米啊 在这吃喝完了之后 垂头丧气的离开了 4月1号下午啊 彭妙记的老婆突然来了 估计是想自己老公了 两个人就在老婆院附近租的房子里啊 高高兴兴的顶了一下了 心满意足之后啊 出去溜达了一圈 到了傍晚的时候啊 两口子就找了个小饭店吃饭 刚进门就看到狗子 在里面和别人喝酒呢 他也没有看到彭妙记过来 而且当时这小子已经喝多了 然后就在那和人家闲扯 你们谁也不知道小王是哪里人 我知道 他住在湖北的中央市 这句话正好被彭妙记听到了 哎呦我天 当时大惊啊 领着老婆立马转身出门了 饭也不吃了 回去以后就开始行思了 狗子这个狗东西 指不定还和别人说了呢 看来我之前还是太心思手软了 当时就应该把他除掉 不过现在杀他也不是个难事 关键问题是啊 事干了怎么和同伙交代呢 没有合适的理由啊 别人也一定有看法 这人心要是散了 对我就不好带了 所以呢 彭妙记必须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啊 把狗子干掉 让其他人挑不出毛病来 打定主意以后啊 第二天他就私下里找到了 丁胖子和苏小平 告诉他俩 我发现狗子这小子有问题 他私吞钱财 原本这事我不想说 怕影响咱们兄弟们的团结 但是最近又有新情况出现了 这小子嘴还不严实 喝了点尿啊 就到处喝人吹牛逼 乱说话 接着他就把昨天在饭店里 看到的一幕给说了 当然了 他也没说实话 就说狗子吹牛说自己杀过人 一听这些话呀 丁运浩和苏小平两个人坐不住了 妈的 这小子是不是找死啊 老大 你说咋办吧 彭妙记呢 就在那假模假样的纠结了一会儿 接着做出了一个 看上去很艰难的决定 哎 没别的办法了 虽然兄弟一场 但是他这么不讲究啊 只能除掉了 不然的话 咱们几个的脑袋就得跟着搬家 接着三个人商量了一下 怎么下手 第二天彭妙记就出去踩了一个点 其实这次抢劫根本就不重要 主要目的就是干掉狗子 4月2号晚上 他们四个人来到了陕西省铜关县 太耀镇摇上村的一户人家 凌晨的时候啊 几个人冲进屋里 把人给控制住之后 翻走了三百块钱 一些金银首饰 又把人家的卖乳精也给喝了 不过呢 没有杀人 临走的时候啊 彭妙记看到厨房有一桶油 就让狗子给他拎着了 出去走了两公里左右的路啊 到了野外一处偏僻的地方 彭妙记说啊 有点累了 咱们坐下休息一会儿吧 然后他就冲着另外两个人使了个眼子 苏小平呢 接着毫不犹豫的 在后面直接一棒子 把狗子给放倒了 然后彭妙记把这桶油倒在了狗子身上 重点是脸 最后掏出打火机 把狗子的衣服点着了 然后呢 拍屁股走人 第二天警察就发现了这具烧焦的尸体 但是压根没法确认他到底是谁 不过呢 经过分析啊 判断应该是抢劫同伙 分赃不均 导致的杀人灭口 之后警察这边印了三千多份认识公告啊 开始在御山结合部的车站矿山居民区 还有村庄什么的张帖 但是到最后啊 也没有确定尸体的身份 在设计方案里面 这个举家里面 我们不见了